历代至下第十七章 亚萨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 约沙法发愤图强对抗以色列人 他把军队安置在犹大的一切设防城里 又在犹大帝和他父亲亚萨占领的以法连各城里驻杂防军 耶和华和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遵行了他祖父大魏最初所行的道路 没有寻求巴黎 只寻求他父亲的神 遵行神的诫命 没有随从以色列人的行为 因此 耶和华使他统治的国稳固 犹大各地都给他进贡 所以约沙法的财富很多 极有尊荣 他勇敢地遵行耶和华的道路 并且从犹大帝中除掉邱坛和亚瑟拉 他做王第三年 就拆派他的大臣 变害伊勒 和他们同去的还有士玛雅 尼探亚 西巴蒂亚 亚萨黑 士米拉默 约拿丹 亚多尼亚 多比亚 和陀巴多尼亚等几位立位人 又有以利沙玛和约兰两位祭司和他们同去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在犹大教训人 他们走遍犹大各城 在民间教训人 犹大帝周围的列国都惧怕耶和华 不敢和约沙法交战 有些非利式人送礼和纳贡银给约沙法 阿拉伯人也送给他公民羊七千七百只 公山羊七千七百只 约沙法逐渐变得十分强大 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堡垒和储藏货物的城市 他在犹大各城中储备了大批物资 在耶路撒冷也有不少战士 都是英勇的战士 他们的数目按着他们的家族记在下面 犹大支派的千夫长中 有亚拿军长率领英勇的战士三十万 在亚拿底下是约哈南军长 率领二十八万人 在约哈南底下是系基利的儿子亚马斯亚 他是个甘愿献身给耶和华的人 率领英勇的战士二十万 宾亚敏之派中有英勇的战士以利亚大 率领配备弓箭和盾牌的人二十万 在以利亚大底下是约萨拔 率领长备军十八万 这些人都是服侍王的 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各设防城里安置的 没有计算在内 好像太阳子互相感